你不予雨露大地万物生长 多么清新的空气呀 别说了 别说了 人活着 该有多么好啊 郑国公啊 郑国公 寡人当初没有听你的话呀 悔之晚矣了吗 其实郑国公是大忠臣呢 那护国侯杨志呢 他就不忠不义了吗 还有开国公 保国公 平国公呢 等等等等一大批 忠于秦宁国的大臣将士 不都被你一个个斩草除根 冲灭九族了吗 别说了 别说了 不 我要说 我就是想让你明白 你是多么地昏庸啊 一个无国无民的昏君 你连你结发的妻子 她那么贤惠善良 你都不肯放过 她为了你 生了三个如画四域的公主 你连她都要杀了 你 妄为人夫 妄为人夫 更妄为人君 妙善聪明美丽 她是一个有心怀大爱的姑娘 可是你呢 你竟容不下她 自从她出生以来 就经过了无数的苦难 而你 就是她所经受苦难的根源 不要说了 我的善儿啊 父王 对不住你啊 冲 冲 ata 清儿 清儿 二叔干 alla 二叔 Oppure 这平出人穷寇获追 只怕她们在城外荷埋伏 守住王城 料她们也无所作为 五归 自从王后怀上了善儿 你就想加害于她 你串通国师 步步紧逼 顾鹤民众 你屡屡下毒 一计不成 又是一计 你可真可谓是 狠毒呆辣呀 你终于明白了 醒悟了 你要是早些醒悟 也就没我无贵的机会了 你这个混蛋 你这个大混蛋 学长 我是个混蛋 我是个大混蛋 我是天下最大的混蛋 我都这么说了 那你还怎么说呢 怎么样 妙庄王 你决定了吗 吴贵 你妄想 伯大将军会来救寡人的 我的主上 你怎么就不明白呢 薄牙豪是王后的亲哥哥 你要杀了她的亲妹妹 你说 她能来救你吗 你不要再抱有幻想了 我看 你还是应该答应了吧 你只要照我说的去做 我保证你的安全 拿不来让寡人看看 你死了这条心吧 你杀了寡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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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杀死我吧 你强死 恐怕没那么容易啊 不答应也得答应 不答应也得答应 而你呢 全身长满了疮 到处留的能 这是上天对你的惩罚 就让你床里的脓 慢慢地流氓 让你这个行尸走路 慢慢地腐烂 陈三谢过公主的救命之恩 陈三 你今后有何打算呢 回老家去 种东地 过过小日子 能这么想 再好不过了 你们的大恩大德 臣三我铭记在心 各位在上 请受臣三礼拜 你这个混军 你抢走了五民人 还要加害于他 少了妙善 还要残害王后 他这是逼定我斗反 哥哥 你不可以有这样的想法 这是花儿让我交给你的 哥哥看完以后 再做决定 伯将军 花儿对不起你 但花儿答应过你 要誓死保护王后 花儿只能这么做 花儿自知命苦 放走王后 会遭来杀身之祸 花儿没求过大将军什么 只希望大将军 能答应花儿 切勿造反 让奸臣得逞 让百姓陷于危难 花儿在此 先谢过大将军吧 宝宝 你这么热的 宝宝 宝宝姐 宝宝别起 睡了之后就不饿了 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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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宝饿了 现在还发生 我一点干粮都没有 这怎么办 你嚷什么嚷 大将军让人睡不睡啊 反正孩子活不了 你要死去吧 不行 他爸爸吃得糟 管我们什么事刘宝 你男人都死了 让孩子随他店去 生命不能受罪了 你这说事忍上了 刘宝 我这还有点干粮 赶紧给孩子吃了吧 谢谢 谢谢 妈妈 快走快 去找 你干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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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人怎么这样 我看你是不是 不是 打着慌张话 你干什么 走 你这人是戴神的 你不活了 你不活了 你这人是戴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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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手 你没日可恩 冤官中的不得猜手 请告知你家将军 就说张之贤 求见博大将军 我家将军说过 谁也不见 结尾请回报 这位大人乃是 当朝的大驸马 小的立马回去通貌 请稍等 报告 报告将军 张之贤张大人求见 哥哥 莫非是宫中出行大事 让他在我军帐中等着 诺 将军 哥哥 是不是妙金妙银出了什么事啊 会吧 皇后 你要把心放宽啊 各位支柱 这是为何 长长 给点吃的吧 我们多饿 这位师父 现在金城内乱 到处都在打仗 我们实在别无他法了 才上山求贵司帮助 希望师父通融一番 这是三木炉 三 三木炉 草民参见三木炉 参见三木炉 三木炉 善儿现在已经不是三公主了 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行者 大家不必行死大力 都快起来吧 谢谢 谢谢 现在宫中宫外 都乱成了一片 都没法活了 宝宝怎么了 宝宝宝宝 别哭啊 别哭宝宝 这位大姐 孩子怎么了 不会三公主的话 把我得了重病 我怕她跟她死去的爹一样 就这么离开我 大姐 抱着孩子跟我来 也许我能治疼 谢谢三公主 谢谢 各位施主 稍安勿躁 请到那趟稍作修行 老衲会给各位准备摘饭 阿弥陀佛 知嫌见过伯大将军 知嫌 你怎么到我这里来了 是不是妙庄王派你来的 主上已经被吴贵等人 软禁起来了 知嫌此次前来 是希望将军出兵 解救主上 若是本将军不肯出兵呢 将军 若安军臣论 主上是军 将军是臣 将军 理应为主上劫难 若安 清秦论 将军 贵为皇亲国戚 秦明国有难 将军也理应出兵了 亲情 若本将军不讲亲情 现在已经烦了 将军 贵为皇帝 你何处此言呢 你回去 碰到妙庄王你问他 他心里清楚得很 来人 送张万人离开 慢着 王后 王后 怎么会在博大将军的军营里 妙庄王要杀了王后 你要是本将军 你还会向着这个昏君吗 可是 不用可是了 来人送张大人离开 哥哥 志贤怎么说 也是本宫的女婿 她来求情 哥哥可否给本宫一个面子 不要为难之险 哥哥若能帮到主上 还是请哥哥帮一把吧 王后 你这是 他妙庄王 不念亲情 害死三公主 不念旧情 还要害你 你的心 怎么就这么软呢 可是 本宫的两位公主还在宫中 若是真的让吴贵得到天下 不但两位公主不能存活 百姓也要遭殃 所以 哥哥本宫求你了 出兵吧 哥哥 志贤 波大将军既然不肯 本宫也没有办法说服他 不想喝 大姐 你不必太担心 孩子只是受了些惊吓 我给他开些药 让他喝下去就没事了 谢谢三公主 哥哥 已经饿了妙庄王好几天了 可是他还是不肯交出玉玺 妙庄王这个老儿啊 还挺有骨气 不过咱们不能把他饿死 多活几时 直到交出玉玺为止 是 爹 张知显近日有何动静啊 张知显那些人马 武飞就是搞搞偷袭什么的 成不了大器 现在所有的兵权都在咱们手里 除了薄牙豪那儿 不过孩儿以为 薄牙豪因为王后的事 是绝对不会来出兵救妙庄王的 但是我们还是要小心谨慎为好啊 是 孩儿明白 住持大事 自从一下涌进了这么多人 山下还有些人在陆陆续续地上山 弟子担心寺中的粮食不够维持的 武达 弟子在 你看寺中的粮食还能维持多久啊 回住持大画 照这样的形式 也许只能维持个把月 你带众弟子下山去画园 是 师父 法师 善儿啊 法师 此法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 那以你之见该如何处置啊 善儿此来正是向法师辞行的 善儿想去劝输吴贵 希望他能以天下百姓为重 不要引起战乱 以免生灵涂炭 善儿 这万万使不得呀 那吴贵三番补次要你性命 你这一去不是羊入虎口吗 善儿有法子 化解此次战乱 善儿啊 你既大车大雾 顿入空门 为何还要涉足尘世纷争呢 佛家必逝 而不离逝 方能度众生 好 老衲修行多年 从未有过此想法 老衲受教了 不敢 既然你质疑要去 那么黄杰 师父 你就陪善儿 一同去吧 好好保护他 以防不测 是 多谢法师 虽然那么多的感性 送生了生命 失去了家园 杀死了他 为什么人呢 都不能放下他 去追求合同 善儿 今天我们刚到这里 还是找个地方先住下来 明天再说 不行 此事应该早早解决 多拖一句 会有更多无多的感性发生磨了 那 我和黄杰大师去 你别去了 宋多哥 我们不都说好了吗 那好 到了吴贵那儿 一切你要听起来 万一有什么不对 你先走 天安姐 你怎么可能 跟上你的黄杰大师 一个人走呢 妙善宋多 大江山寺和尚求见 三公主 三公主 真的没有死 到处找他找不到他 他自己倒送上门来了 老夫倒是想看看 他到底想干什么 传 三公主 三公主 别来无恙啊 一场大火 没有给你烧死 四公主 你的命也蛮大的吗 吴丞相 就是死 我也要死在你后边 放肆 吴丞相 那儿 善儿今日来此 是想做回说客 那本丞相 倒是想看一看 你如何说服本丞相 善儿希望你能够 看看外面的百姓 他们因为这场战争 多少人无家可归 又有多少人妻离子散 那不关我的事 我只想拿回自己的东西 你 吴丞相 善儿明白你的意思 只要吴丞相 肯答应停止这场战争 善儿愿意亲自去劝说父王 让父王 将王位传给你 这就不用你费心了 妙庄王撑不了两天 王位自然是老夫的了 姓吴大 你也知道王位迟早是你的 为什么要挑起战乱 你就等不得这一时半会儿吗 要想平息战乱 三公主你输了算 吴丞相请讲 自从你出生以来 我秦宁国就没有好日子可过 当初国师大人说了你是个灾星 老夫认为说得非常好 只要你计天 天下就会太平 老夫答应你 不会动你父王的性命 吴贼你简直一派敷衍 为了天下百姓 善儿愿意这么做 只是善儿希望吴丞相 能够说到做到 善儿 吴贼的话你怎么能信呢 跟我走 等等 三公主 老夫也不逼你 三公主 你千万别上当 你考虑好了给老夫一个结果 老夫也不愿意百姓受苦受难 此事还需同常敬仪 我们先回头 走 走走走 走走走 走走走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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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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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人哪 跟着他们 等等 你放开我 善儿愿意 我不能看你做傻事 那吴贵是什么人你心里清楚 他说的话能相信吗 我不能看你你白白送命 三公主 苏苏说得对啊 那吴贵是个不可信的人 你怎么能听他的呢 若善儿一条命 可以换取天下百姓的平安 善儿愿意一事 吴贵想干什么你我心里都很清楚 没错 答应他的你一定会做到 可他呢 回头就会翻脸不认账 到时候你该怎么办 公主 这件事不是你一个人能解决的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啊 大师啊 这有几会是傻事呢 为救天下苍生 就算有一线希望 善儿也在所不惜 善儿 我该怎么说你才能相信我 善儿实在不愿意 你也卷入此事当中 你先回去吧 我已经卷入了 我不走 好了好了 你俩不要吵了 咱们先找一个店住下 好好地商量一个对策 这样行吗 好吧 爹 咱们就为什么非要 三公主的命不可呢 逼他嫁给孩儿也是个办法 让爹要跟你说多少次啊 娶这样的女人在身边 那就是个祸害 即便如此 那也不一定非要她的命吧 这件事 爹早就应该跟你说 那是 老爷 老爷 出事了 王妃娘娘消产了 你说谁小产啊 王妃娘娘小产吧 四 Work 走 产儿 衛儿 王妃身体怎么样 是吗 御医说 王妃恐怕日后不能再生云了 妹妹 你受苦了 一定是王后干的 是王后害了妹妹的一生 哥哥 你要替妹妹做主呀 为什么说是王后干的呢 她是怕 她是怕日后我生出孩子对她不利 所以就下了坠胎的药 那碗药 那碗药里一定有问题 好了 妹妹 听哥哥的权 丢到青山灾 我怕没柴烧 青山一不在 哪里有柴烧 我那未出生的孩子 你的命怎么这么苦呀 我都不甘心 我不甘心了 一定是你 一定是你在安台药里动了手脚 妹妹 这种无根无据的话不能滥讲啊 是要杀头的 好 你不承认是吧 那我就让主上 彻查此事 妹妹 你冷静点好不好啊 我怎么冷静 你这样做 不是让亲者痛仇者快吗 好端端的 我的孩子就没了 你让我怎么冷静 那你让围凶怎么做呢 本宫落得如此下场 都是因为王后 和她肚子里的小孽掌 我一定要让她 我一定要让她 要让她 为我那位出世的孩子尝病 好吧 我答应你 一定设法 除掉那个小孽主 要让本宫相信你 除非你对天蒙事 没有这个必要吧 没有这个必要吧 当然有这个必要 可可是怎样的为人 本宫当然清楚 大不了 与死网破 你 谁都别想活得清楚 你 好 好 好 我吴贵对天发誓 此生一定要杀掉 王后肚子里的小孽种 如若食言 天打雷劈 不得好死 丞相大人 最近命中范水 与河神相撞 所以才诸事不顺 搞不好 还要惹祸上身 毁了大人的千秋功业 如何化解 姚秀算过了 丞相大人命中有一个克星 我是大人轻强 三公主 三公主 那些妖言惑众的话 您也信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过去 我让你娶三公主 那是因为对你的仕途有帮助 现在我们不需要了 所以他就必须死 爹 清儿 应当以大业为重 不能因为一个三公主 而断了大好前尘 是 寒儿明白了 可寒儿还有一事不明 什么事啊 既然爹爹你那么想要三公主的命 刚才为什么不直接杀了他呢 爹之所以留着妙妆王和那几位公主的命 那是因为爹 不想被一个弑君谋反的骂令 一旦背上这个罪名 那么所有的诸侯都会以此为借口 兴兵作乱 到时候咱们永无女士 还是爹爹你考虑得长远 现在明白 我为什么不亲手杀了三公主了吧 明白了 明白了 爹你是想逼三公主自情了断 到时候把一切罪名都推到三公主头上 你安眠心 走 难道 我見你了 乃 你这是何苦呢 本宫会去劝负伯大将军的 你快起来吧 主上为王后有愧 是显自知不该来求伯大将军的 只是为了天下百姓 为了廖金 廖银 之前只能如此 希望能让大将军消消气 以大举为重 好吧 本宫再去试试 王后 申明大义 不计前行 实令之先 佩服 本宫这么做 不是为了别的 只是为了本宫的两位公主 谢谢 明白王后的意思 哥哥 可否考虑一下 出兵解救主上 他如此对你 却老想着他 我做不到 绝对做不到 哥哥 你就当为了你的两个外甥女 请不要再与主上计较了 王后 不必再说了 本将军绝对不会同意的 哥哥 你 业已至深 你还是早些回去休息吧 王后 王后 博大将军同意出兵了 知心 博大将军的脾气本宫知道 你这样做是没有用的 无论如何 我也要让博大将军 出兵打命 绝不能让天下百姓 以及妙计妙议 受到伤害 为何都如此的为难本宫 王后继续 万公于你 你同求伯大将军 知心 替天下苍生 谢王后 家人 你看了 你也看了 你自己创业 你自己是过来的 你不认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王后 你这是干什么 你作为异国的王后 这么做 成何体统 你快请起 哥哥如果不肯出兵解救京城之危 妹妹就不起来 她如此对你 你还这么想着她 这么做究竟是为什么 本宫心中并不答应 对主上 本宫心一寒 只是为了百姓 为了两位公主 更不想让吴贵那个小人得到天下 好 好 问将军答应你 你快起来 好 谢谢哥哥 多谢伯大将军 快请起 全体听令 明日出战 诺 老爷 妙善求见 让他进来 诺 好 吴丞下 善儿来了 善儿只希望吴丞相 能够信守承诺 好 三公主没有食言 本丞相 岂能食言 善儿希望吴丞相 从此不再伤害无辜百姓 你 本丞相答应你 那现在 就安排三公主上路吧 是 吴丞相 实际上 智悟 逅相 地 座 是 人 来 对